为了培育秀林乡导览观光人才 秀林乡公所开办培训课程 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 一号并办理节训典礼 秀林乡长也肯定徐园门的成果 共同为乡内的观光产业一起来努力 为了培育秀林乡境内导览观光人才 秀林乡公所在三半年度就开始着手计划办理 并且在九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办理培训课程 而在十月一号举行节训典礼 秀林乡长我们可以表示 希望透过学习导览的过程 提升整体部落旅游发展 同时也引导运助民主社区重视自己的文化 自然而然保留传统文化以及生态 进而增进部落观光的发展 非常漂亮 现在主要欠缺的是人的问题 组织的力量不够 不够健全 组织的力量的内涵 不够充足 不够公布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力量凝集 凝聚起来 三战也一样 沙普党西也一样 鸿门的翡翠谷西也一样 每个部落有观光景点 著名景点的族人 我们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希望能够未来能够结合 未来的观光的一些工作 最重要就是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帮部落族人打造另外一个经济的效益 我想这个公所会不以利的来补导大家 熊湘公所文化及观光科课展高豪云同时也颁发学员们解释证书 来表达对大家的努力以及成果 学员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增强整体专业能力 从而建立原住民部落观光旅游产业基本核心课程 以储备原乡在地解说导人员 期盼部落导览人员成为部落灵魂推手 推广并保护部落生态传承原住民族文化 记得解放一期视频就到